疯疼 父母 那我们就先回上海了 好好好 那路上小心啊 您注意身体 这你忘了拿了吧 来 来 来 这 这不是大嫂吗 妈 这是头梦啊 还有我 这也是爸 这 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这个 你是里面调查我的家人 就在我们决定交往隔一天 对 对 哥 怎么还不下来啊 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 我有哪些家人了 又是不相信我吗 所以才暗中调查我 我都不相信我 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 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 对 沈沈 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怪我哥 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 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 结婚前 我也会这么做 对 沈沈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其实呢 这是风家人 了解你们家一个 比较特殊的方式 你看 你们老家这么远 那风月呢 找人拍点照片 了解一下你的家人 千万别生气啊 所以你们都记住了 满意了 突然跟我结婚了是吗 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 好好过年 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 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 珊珊 珊珊 怎么了 对不起啊 哥 太不小心了 我这就去给薛家人调查 不用了 我会回上来 咱们家打爷爷齐就住在这儿 想要了解点什么 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 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 搞得我们像黑护士的质语吗 这些有钱人做起事来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怎么是能学武器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 我也会这么做 在你回来之前 我也让彤彤上网 了解风腾的背景 这年头 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 多有记者帮着盯着 咱们薛家默默无闻 珊珊 你想想 封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 凭什么 就你薛珊珊几句话 上门当了媳妇 竟想她们荣华富贵 同样都是调查 只不过 富翁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 如果你绝对受不了 不开心 正好趁现在想清楚 还有个对论 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 我看有成昊是找不到这个人啊 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 接一缩时的准备 珊珊 事到如今 你 要不要辞职 干脆不去上海了 留在老家 你让 你让珊珊辞职啊 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 再说也考上了那个CPA的证书啊 你让她回来 在咱们这个小镇上 能找到什么工作 来还那个一千万的 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 对不起 伯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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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调查你们家 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 我知道 你们方家家大业带 你有这样的举动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 通过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 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 那不行 我已经向你学过过了 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前 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 留留那一千万 志愿伯父坚持要回来 那我们就等还清一千万之后 我们再见 有点说 游城浩的爸爸 必有投资五百万 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 只是 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 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 你们至少还有三百五十万 所以 所以 我不建议你们把三百五十万 变成一千万之后 再还给我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 我一直很相信你 好 你放心 我们学家一定会还你一千万的 还清了一千万 你要马上嫁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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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